古代眾多大咖啟議員書裡都共同提到了中共滅亡的時間 梅花詩中對王貢時間和人神同在時代的預言應該如何解讀呢 原歷歷經最後大劫之後是如何走向下一頁的呢 信神守德之人總能在關鍵時刻受到神的庇佑 究竟是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奇聞 咱們又見面了 上期節目咱們講了中國預言七種這本書中 與當下時局有關推背圖裡的內容 也提到了關於川普遇刺的事件 但由於時間原因只是提了一下 今天咱們再來繼續說一說 這個震驚世界的消息背後 大家也許不知道的那些事 2024年的7月13日 川普突然遭到槍擊 槍擊事件之後 網絡上有專業人士模擬了暗殺者的子彈路線圖 發現這個子彈本來是向著川普的後腦勺射去的 但在關鍵時刻不知何故 川普恰好偏離下頭 子彈才擦過川普的臉射穿了他的耳朵 那大家可否試想一下 如果當時川普他沒有移動身體的話 那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呢 現場很多目睹的這一目睹觀眾都說 是上帝保留了他 有的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次臭巧 但其實像川普一樣 在神的保佑下化學瘟疫的故事有很多 來看一段視頻 看到這個視頻的寶子們坐航了 詭異的視頻它又來了 監控拍下詭異的這一幕 在即將發生車禍的瞬間 一個神秘人突然出現 把這個騎三輪車的人救到了路邊 這個視頻拍攝於2012年的5月9號的一個深夜 在一個十字路口 一輛大貨車和一輛三輪車 從不同的方向行駛過來 在他們到達十字路口的中心 即將發生車禍的瞬間 一個黑色人影突然閃過 將這個三輪車是連車帶人一起救到了路邊 大家看清楚了嗎 咱們可以再來看一下這個漫方 那現在看清楚了嗎 這個黑衣男子在一瞬間救下了騎著三輪車的男子 而用咱們現在的科學根本就無法解釋 黑衣男子是如何在不到一秒的時間裡做到的呢 再來看另外一個視頻 畫面中騎自行車的這位男子呢 他呢是一名荷蘭人 名字叫做馬爾滕德雍格 這個人呢看起來非常的普通 但你想不到的是啊 他巧妙地躲避了兩次空難呢 第一次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馬航370失踪航班 而他之所以沒坐上這堂消失的航班 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啦 提前一個小時乘坐了其他的航班 因此錯過了馬航370 而這第二次的空難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2014年烏克蘭上空被踢落的馬航17號航班 這次呢他錯過航班的原因就比較奇葩了 他是為了省錢而更改了其他便宜的航班 大家說說看哈 兩次錯過丟掉幸運的機會 恐怕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他更幸運的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幸運呢 我就在想啦 這一切的發生是否在提醒咱們大家 世上的每件事都自有天意的安排呢 而在危險的時刻 神會出手保留那些有德行的好人呢 另外最近神准預言川普遇辭的布蘭登比格斯 在他的預言中還提到了他所看到的未來世界的畫面 而這些畫面啊 他覺得就是神給他和人類的启示 他描述說 在未來即將會到來一種瘟疫 2020年的瘟疫跟未來的瘟疫比起來 簡直就是小兒科 由於這個可怕的瘟疫到來 全世界會死掉三億五千萬人 死掉的人會被一種黃色的霧包圍著 這個霧氣大約有到人的腰部那麼高 所有的現金紙幣都沒有人敢用 因為一旦沾上人就會死掉 因此大家都在使用一種數字貨幣 那個時候商店裡只有最基本的食物 沒有人在工廠工作 人們也不敢開去商店 商店外的停車場都是巨大的帳篷 人們在裡面無助的死去 大家看到能活下來的人都是由神保護的人 這些活下來的人穿著白色的袍子 身上的光有三尺長 外面則是被類似於蜂蜜的東西 從頭照到腳 那些瘟疫不斷想侵入這些被蜂蜜照起來的人 但是靠近就會被罩子殺死 說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他所描述的這種末日場景很讓人害怕的 甚至都不敢想像那時候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那這些預言畫面 也許對於無神論者來說可能是天方夜談 但是聽過我們往期預言節目的朋友們 應該都能發現 布萊登所預言的這種末日景象 其實跟一些古老的預言中所描述的末日景象是十分相似的 宋史記載的《少庸智慧超群》意識能前肢 從南宋到原明清 《少庸的梅花獅》都精準地預言了所發生的一切 那根據梅花獅後半部分的內容來看 接下來的人類會有一個人神同存的歷史時期 而這個時期與布萊登口中的未來十分相似 那接下來咱們就來聊聊這位北宋奇才的傳世之作《梅花獅》 在《梅花獅》中 邵雍不僅交代了人的來源 還預測了朝代的起落 甚至將人能夠回天 再次成為神的天界都寫在了這梅花獅裡 因為中間部分的預言都過去了 是已經實現的歷史了 咱們就不提了 只選其中的幾首重要的來說一說 蕩蕩天門望谷開 幾人歸去幾人來 山河雖好非完璧 不幸黃金是破胎 所有這個人類以來 生命都在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人是從哪裡來的 又回到哪裡去呢 儘管有無數的猜想 能夠說清楚的卻寥寥無幾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宇宙的一個謎 《梅花獅》的第一句 蕩蕩天門望谷開 幾人歸去幾人來 幾人來 似乎是在說 在非常久遠的古代 天門開了 陸陸續續的有人來 有人走 創造了從古到今的無數文化 有的來了又走了 有的就繼續留下來 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詩裏面說的是從天門 降臨到人間的 有朋友就會問了 那這天門是什麽呢 奇文的理解是 可能指的是 連接神界和人界的大門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 從天門下來的人 是不是神呢 那麼他們下來到人間 不就成了人神同在了嗎 到這兒有的朋友可能會說 奇文啊 你說的也太玄了吧 其實根據奇文的了解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教人向善的正教 比如說 東方的佛教道教也好 西方的宗教也好 多講人是來自天上的 而遵守神教會的人們 會有一個好的歸宿 其實這兩句是在寫一個特定的朝代 山河雖好非完畢 有網友解讀說 宋朝是個朝廷軟弱無能的朝代 整個社會從上到下 多迷戀各無生平 特別是到了南宋 更是苟且投案在江南 社會風氣沉迷於情色花海之中 後來終於有了中國歷史上 含有的靖康之詞 北宋皇帝公妃親王 滿朝的大臣等三千多人 全部都被金國認為奴隸 以至到最後南宋皇帝投海葬身 所以是山河雖好 卻不是完整的 不信黃金是禍胎 這裡的皇家可不是值錢 金指的是本方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國 而黃指的是黃龍府就是金國的首都 有網友說 昏庸的宋威宗不聽忠誠的規勸 已要結盟金國 並同意把每年禁貢給寮國的貢品 轉給金國 不相信這定都黃龍府的大金國 才是宋朝真正的禍胎 咱們剛剛不是說嗎 預言室里中間部分的預言 是各朝各代已經實現了的預言 所以就不講了 不過呢中間有這麼一段 我覺得還是值得和大家聊一聊 雲霧苍茫隔一天 可憐西北起瘋煙 東來報克西來道 還有胡爾在眼前 大家有猜到整首詩是在說什麼嗎 雲霧苍茫隔一天 是指在經歷了國共內戰之後 中國大陸和台灣 呈現了各自分支對立的局面 也就是說 共產黨和國民黨各自統下一片天地 而後三句所指 有可能是還沒有發生的 比較有道理的解讀是這樣的 可憐西北起瘋煙指的是 中共的結局是從西北開始的 可能是在說 軍隊中率先反共的力量 會藉著中共對新疆鎮壓的理由 從西北開始起義 東來報克西來道 這裡的東和西應該說的是方位 就是全國各地 也就是說西北的反共力量 引起了全國的反抗 還有胡爾在眼前中的胡爾 應該指的是北方 也就是說 牽扯中共的還有北方的事情 估計是這個俄羅斯 也會給中共添麻煩 說的是不是要軍援 或是賠償之類的事呢 因為他們是暗地聯盟嘛 所以可能是俄乌戰爭中 俄方需要支援 但中共近況又不是很好 因為他連自己都顧不過來了 怎麼可能提供支援呢 因此俄羅斯才翻臉 邪惡嘛就是這樣的 有了好處是哥們兒 有了壞處呢就互相捅刀子了 用來形容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這種關係 實在是太接近不過了 既然咱們聊到對人類的未來語言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高潮了 樹點梅花天地春 欲將波幅問前音 環中自有成平日 四海為家屬主兵 樹點梅花天地春一句是畫龍點睛之筆 詮釋的題目就帶自這裡 所以叫梅花詩 但由於一些客觀的原因吧 這最後的部分就不與大家分享了 因為其內實在是太深了 不過今天這梅花詩提到的是梅花 那梅花大家都知道 因傲骨靈寒的氣節 孤根帶雪不畏風霜的這種堅針的性格 常常是被拿來 比於生命的忠心和堅忍不拔 那如果按照這個角度來想一想的話 目前發生在咱們身邊 是否有一群善良的人 為了堅針的信念 在嚴寒中保經迫害而不屈服呢 那麼這些人 他們為什麼會受到迫害呢 他們的使命是什麼 這才是最關鍵的 因此這最後的剛潮部分 其實是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相 即人神同在 預言了人類所有走過的歷史 都是為了今天的這個事情 請問有沒有把大家說運哦 咱們最後總結一下 少用的梅花詩 從過去一直預言到人類的最後 既然這第一句預言詩 是從人的來源開始 那就要講到人的歸處了 人的來源是在天上 那麼回去的故鄉 是不是也是在天上呢 就像咱們節目中 解讀過的很多預言一樣 人類歷史最後大節 在大善大惡 大勢大非中選擇對的 為正義與善良捍衛了天道的 也許才能走向人類的下一頁 曾經準確預測 2003年SARS和2019年 新冠肺炎的 明朝劉伯溫的 《糾結碑文》裡說過一句 《光果天犯龍舌年》 這龍舌年就是今年的龍年 和明年的舌年了 另外推背圖裡有一項說到 難過銀某層四年 若要闖過這幾年就是活神仙 意思就是說能在這幾年裡存活下來的 你就是發個神仙了 這裡的銀某層四年 其實指的就是 2022年的人民年到2025年的一次年 換言之劉伯溫明確地說 2025年和2026年之間 會是人類的大劇結束 新時代開始的時間點 還有另一個知名語言 《唐朝的黃柏禪詩詩詩》中也提到 中共的國運是 剛到金蛇運意中 那金蛇顯然就是指蛇年了 剛好又是2025年 跟劉伯溫的預言不謀而合 總的來說呢 也就是中共滅亡和末日大劫 會在同一個時間段裡面發生 所以想知道末日什麼時候到來 就看中共什麼時候到來咯 回過頭來咱們再來說一說 推背讀的另一項 來看看中共最終的命運是怎樣的 推背圖第52項 陳曰 惠星紮箭不立東北 舉舉何之沾比樂國 宋曰 禪江一點一線東方 無處依然有帝王 門外客來 忠不久 乾坤再造再教康 惠星紮箭不立東北 有網友說 今年的4月和9月都會出現惠星 從9月起大陸東北開始出現問題 直接影響到中共的政權 民眾開始越來越反對中共 舉舉何之沾比樂國中的 舉舉的意思就是孤獨的樣子 那這句話是說 孤獨的中國人 尤其是看清中共嘴臉的老百姓們 盼望著一起快樂的走路未來 禪江一點線東方 是說有惠星會出現在東方 以往的惠星的出現並沒有像這次 對人類的改變有多大的作用 但這次卻有巨大的作用 因此被著重提到了 無處依然有帝王中的無處 換指的是東南方 這裡可能指代的是台灣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是真正中華民族 正統的繼承者 門外客來中不久 乾坤再造再腳康 網友說共產黨來自歐洲的外來侵入者 終究不會長久 這裡提起的腳康是 青龍七秀中的第一顆和第二顆星秀 代指青龍星秀 也可以指青龍年 意思是說2024的青龍年的下半年 天地可能要更新了 說到這裡 那根據咱們前幾期的影片中所講到的 宇宙及銀河系黑洞合併 恒星解體與嬰兒星系的產生的這些事件呢 請問覺得 2024年新的天地變化 可能將逐漸的展現在銀河系中 就是咱們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今年的年底 天上的流星會越來越多的 讓大家的肉眼能夠看得到 地面上的天災人禍可能會更加的頻繁 大量死亡事件也會不斷的發生 雖然伴隨天災不斷 當活著的人會發現天氣是越來越清朗 夜晚的星星大而漂亮 空氣是越來越好 環境是越來越優美 時間也會賣下來 在山崩山倒泥石流之後 會形成新的景區 活下來的人會感到天地似乎都在變化 感受到所謂的滄海桑田 此時乾坤再造 中共將遭到人類的清算 眾多追隨這個黨的黨徒 可能永遠都看不到新的天地了 而現在預言中的景象正在悄悄的上演 談到災難這個話題 大家是否和其問一樣 心情會感到非常沉重呢 下面咱們就來回憶一下氣氛 給大家講一個藏在耳朵裡避難的神奇故事 《女公余智》 《女公余智》《霞玉》 《洛陽嘉蘭記》《圈三城南書》裡有這樣的記載 南北朝的北魏王朝 憲文帝托帕紅有個兒子 名叫袁雍 她在府中養了許多女性的歌舞藝人 其中有一叫修容的姑娘 修容姑娘小的時候 她的母親特別的善良 經常做善事 某一年 盜賊四處作亂 全鄉人都害怕的不敢輕易開門 修容姑娘家也不例外 一天有一位老婆婆來到了修容的家 老婆婆說 你們家向來行善既得 雖然有盜賊作亂 但我會將你們藏起來 我會讓盜賊傷害到你們 請不要害怕 接下來 老婆婆從袖中 拿出了兩尺黑鱗絲成條 讓西文家裡的每個人都擠在手臂上 來解釋一下 這個鱗就是古時 細薄光滑融化紋的絲織品 老婆婆還說 你們不必準備逃難食用的食物 只要跟她走就行了 家中的一切都不會遭受到損失的 修容一家人 就跟著老婆婆拜道林做道院 老婆婆只追一座神像說 這個神慈悲好行善事 你們可以藏到她的左耳裡 老婆婆還讓他們閉上眼睛 就背著他們走入了神像的耳洞中 神像呢 從外面看著很大 可是耳洞啊 只有指頭般的大小 當他們進入到神像的耳洞中 就覺得神像的耳洞 大得像一間房子似的 或許呢 是在那一刻 是空間出現扭曲的緣故吧 於是 他們就待在神像的耳洞中 老太婆是早晚來看望他們 還帶食物給他們 一天 盜賊團伙們 突然就來到了這所道院 修容一家人 從這個神像的耳洞中啊 向外窺探 只見各種鋒利 用血性的兵器啊 雜亂的擺放著 看到自己都感到很害怕 過了一段時間 老太婆啊 在某天的晚上 帶著一個人頭過來 並說 盜賊頭目都已經死了 其餘的賊人啊 都散了 不會再來騷擾你們了 你們可以回家了 修容問到老婆婆 為什麼不早早 除掉這個餓賊頭目呢 老婆婆回答說 這些盜賊啊 作亂 其實也是聽說的變化所致 我只是啊 有些小說而已 不能違抗天命 只有當上天命我 斬殺盜賊頭目的時候 我才能斬起手擊 最後 老婆婆把修容一家人 從神像的耳洞中 飛了出來 就從他們回家了 好了今天啊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呢 就請不要忘記 可以請問點贊 留言和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